马可福音第三章前半段 在这段我们要思考的 就是耶稣要十二使徒做哪三件事情 在最初耶稣来呼召门徒带门徒的时候 要他们做哪三件事情呢 那今天耶稣是不是也要我们 做同样的三件事情呢 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前面 首先呢就是讲到耶稣在会堂里面 遇到了一个人呢 他哭干了一只手 那这个时候刚好是安息日 那耶稣过去的这些历史 那他们知道耶稣有可能会医治这个人 所以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 他们就把握机会想要抓到耶稣的把柄 来控告耶稣啊 然后耶稣呢就对那个哭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站在当中 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 当然耶稣问这个问题答案是非常明显的 以我们不要讲说是敬畏神的人而言 就是一般有良心有善恶标准的人呢 都知道我们随时都应该要行善 随时都要来救人命 那更何况是在安息日呢 但是呢他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人士 他们已经蒙蔽到一个程度了 他们都就是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们的优先次序完全的搞错 耶稣呢就怒目来看着他们周围每一个人 所以耶稣呢心里面是很愤怒 同时呢也忧愁他们的心理刚硬 那看到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人士 心里面这么样的刚硬 那看到这些有人枯干了手 也是无动于衷 甚至呢要把握这个机会 要抓耶稣的把柄 所以耶稣呢一方面忧愁他们的心刚硬 另一方面呢也是非常愤怒 他们会这样子的无情 那耶稣呢就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 那个人把手一伸 手就复原了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用权柄 然后来医治这个人 这个人呢用信心一配合 当神说话 我们信心顺服的时候 神迹就要发生了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要他把手一伸出来 他用信心一顺服 他的手伸出来就复原了 那法利塞人出去呢就跟西律党的人呢 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寻求有政治力量的人呢 就是西律一党的人 来想说怎么样可以来除灭耶稣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到这些宗教力量 跟政治力量的结合 要来抵挡神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耶稣呢 因为要避开这些人 所以他就退到海边去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的人从加利利都来跟随他 甚至有很多的人 那听到他的名声呢 就从犹太 耶路撒冷 以图买 约旦河外 还有推罗西顿 这些非常远的地方 都到了耶稣那里去 那耶稣呢 就吃好了很多人 所以大家都 想要过来摸他 无鬼呢 看到了耶稣 就会伏伏在他面前 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 所以这些无鬼 这些邪灵呢 非常清楚耶稣是谁 所以每次看到耶稣呢 都会喊着 你是神的儿子 都暴露了耶稣的身份 那耶稣呢 都已经要避风头了 所以呢 更是命令这些邪灵 不要把它显露出来了 好 那最后呢 就是第三部分 就是在我们今天 这段经文里面 就讲到耶稣 他设立的十二个门徒 那在十三节里面 讲到耶稣上了山 随自己的意思 叫人来 他们便来到他那里 那其实呢 我们在别的经文里面 看到说耶稣 他是彻夜祷告之后 就呼召这十二个人 来跟从他 来拆派他们 那所以呢 耶稣 其实呢 他是 透过彻夜的祷告 因为 要选 合适的门徒 合适的 未来的领袖 合适的接班人 其实真的是要好好地 祷告了 然后呢 他设立了十二个人 这十二个人 要他做三件事情 就是我们一开始 所问的问题 耶稣要他的十二个使徒 做哪三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 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 所以呢 这个 做耶稣的门徒啊 做耶稣的使徒 首先呢 是要常常跟着耶稣的 要常有神的同在 我们在他的身边 我们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亲近的关系 那能够真正地认识他 同时呢 受到他的耳辱目染 看到他的榜样 听到他的教训 所以呢 要做门徒 一定要跟着老师 跟着主 要花时间在一起 要能够彼此的建立关系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要跟从耶稣 就是要常跟耶稣同在 那第二个呢 就是拆他们去传道 所以呢 这些门徒 不仅叫门徒 也叫使徒 他们都是接受 拆派的 是有使命的 有使命的 接受拆派的 这些门徒 就叫做使徒了 所以呢 神不是只是 要他们跟他建立关系而已 而是让他们也能够去完成使命 就是传道 那不仅是传道 不仅是只有言语的这些教导跟传讲 而且第三个呢 就是给他们权柄来赶鬼 所以我们看到 要跟从主 要能够来传福音 真的就是要善用属灵的权柄 要用神给我们的权柄 来抵挡魔鬼 所以我们看到传福音 或者是来跟从耶稣 要来成就神的使命 这就是由牵涉到属灵的征战 我们一定要懂得怎么样 抵挡魔鬼 怎么样来赶鬼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要他的门徒 做哪三件事情呢 就是要与自己同在 第二个呢 就是要拆他们去传道 第三个 给他们权柄赶鬼 那今天呢 我们要做主门徒 是不是也要常常 来跟从耶稣 常常跟他在一起呢 那我们接受门徒训练 是不是也要跟带领我们的人 要能够花时间在一起呢 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再来呢 就是要受拆败去传道 并且用权柄来抵挡魔鬼 所以我们就在这地方 看到我们要 做主门徒 该做的那三件事情 接下来就把这个 十二个门徒的名字 就列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 今天呢 我们看到了 耶稣 耶稣怎么样 医好了一个手枯干的人 那也怎么样 因此得罪了法利赛人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耶稣呢 他的这个服饰 就是整个区域的人 都跑来找他 那最后我们就看到 耶稣怎么样来设立 十二个使徒 来常跟自己同在 拆他们去传道 也给他们权柄赶鬼 愿主带领我们 常与主同在 奉拆传道 并且用权柄赶鬼 阿们